交警查处车辆时发现 这辆面包车里塞满了一车散装汽油 经清点有60桶 如果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经询问面包车司机林某永交代了私自改装车辆 非法运输汽油给建筑工地使用的违法事实 随后直期民警将驾驶员林某永 移交给当地治安部门做进一步审查 经调查在驾驶员林某永的家中 又缴获了大批汽油和油桶 林某永对其非法运输 非法储存汽油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林某永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5日 交警部门提醒汽油柴油属毅然易报危险物品 私自改装车辆进行危险品运输 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广大驾驶人员要严格遵守